连颇令向如列传一文中 令向如的才德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 1.分析力强 谋贤获罪豫王赵走焉 但焰若赵强 令向如深知焉王不会收留谋贤 因此劝谋贤不如向赵王请罪 谋贤听从他的话 果然得到赵王赦免 另外向如又分析形势 主张赵国送碧玉给秦 让秦李亏 避免给秦借口公赵 都分析得周到而深刻 2.足智多谋 向如见秦王得碧玉后 并无意给赵承迟 他集中生智 托瓷币有瑕疵 请指给秦王看 取回了碧玉 并提出斋戒五日 是久兵淤庭为献币的条件 以此拖延时间 暗中派人把碧玉送回赵国 他还独自留在秦国 因为他预计到秦王不想和赵国交捂 不会轻率杀害别国使臣 3.善于应变 秦王令赵王骨色 存心侮辱赵王 孝儒立刻胁迫秦王为赵姬否 替赵王征得面子 秦臣要求赵国送十五成给秦王作为贺礼 相儒也要求秦国用咸阳献给赵王作贺礼 反应敏捷 能针锋相对的还击 令相儒奉闭出使秦国时 赶在蜻蜓上怒斥秦王 又以脑袋与碧玉一起撞碎的决心 使秦王不敢轻举妄动 强抢碧玉 在免持智慧时 他又以同归于尽的暗示 胁迫秦王击否 这都是胆色过人的表现 5.热爱国家 令相儒为了国家的利益 忘掉自身的危险 奉闭入侵 终使人必两全 不辱于诸侯 他忍让连坡 是因为知道连坡和自己 都是身系赵国兴王的人 不能因丝绸而影响国家的安全 6.胸襟宽广 连坡曾恶言相向 令相儒为了大局 毫不计较 处处回避忍让 到连坡赴警请罪 他又不计前嫌 原谅对方 二人终于成为文景之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